我被谁骗过呢?我被一哥骗过 有一次和一哥玩的时候 一哥是一个守卫 我是一个狼人 是这样的 有守卫的局呢 是守卫先睁眼 然后是狼人在睁眼 那守卫睁完眼之后呢 他是有后续动作的 所谓的后续动作就是 他要摘面具以后再戴面具 他戴完面具以后 浑身的肌肉很难在一瞬间 到一个放松的状态 怎么形容它呢? 就是说比如说守卫先闭眼 你是这样的吧? 你很难说守卫先闭眼 你还要不发生声响 所以说一直以来 这个动作没有变过的人 和他做了动作以后 你做完一个动作肌肉一定是紧绷的 你一直放松呢 肌肉是松弛 整个身体是松弛的 你身体是松弛的和紧绷的 其实是能有定位的 这么几个人 你觉得那几个人松弛的 那几个人紧绷的 那守卫刚做完动作 他肌肉一定是紧的 那就那几个人里边找守卫 我到守卫的时候是这样的 守卫请闭眼 然后等个一两秒钟 然后他会说狼人请睁眼 我是狼 狼人请睁眼 我瞬间就把面具拿下来 我再看 我的左边 左手边第一个 就是一哥 他是这样躺着的 他是这样的 我是狼人啊 狼人请睁眼 我这么一看 他是这样的 我想那这一定是个平民 我跟我的狼动犯说 我说这个人 但 一定是个但 但 然后呢 我就跟所有的队友说 他一定是个但 他一定是个但 然后出局了之后呢 他是个守卫 你知道他怎么守人吗 他面具不摘 晚上这样 躺在这 守卫请守人 10号 空守 守卫请守人 9号 就 他这么守人的 那我就被骗了 我就被骗了 因为我通过我这个方法就保了他 就是说会被骗吗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摘一剧 躺着 空手 空手 就这样 我怎么判断的 就是 反正这些东西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的时候会有用 当然也有人知道了以后呢 其实就是一个信息战嘛 别人知道了这个就会拿这个来骗你 但别人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会利用它 就像我们敏状态一样 现在你看状态 比如说有的人拿了牌以后